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请问康健回答你关心的 健康大小事 我是康健杂志的易德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是 怎么样聪明控糖 其实根据统计 台湾已经有高达230万的人 有糖尿病的困扰 我们今天就要请刘伯仁医师来告诉我们 怎么样聪明的控糖呢 欢迎刘医师 易德好 大家好 我刘医师 刘医师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啊 最可怕的是不是就是 因为糖尿病可能会引发全身 大大小小的这个并发症 现在人就吃得太好太精致 还有大家不太动 导致于你现在要吃进来的糖 你没办法代谢掉 没办法代谢掉 它一定会增加血糖嘛 对 那你身体血糖多的时候 它一定会破坏你身体啊 现在台湾呢 包括洗身人口为什么这么高 也都跟糖尿病的朋友 高都有关系 所以我今天觉得这集还蛮重要 怎么跟大家谈这个糖尿病方便的管控 那到底有哪些就是病发症 比较常见的 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我们看这个手板 我跟大家就简单分析 我们从上面讲下去就好了 我们看到叫视网膜病变 在眼睛的眼底里面 视网膜有很多血管 当你的血管里面血糖过高的时候 它会造成一些动脉会硬化 静脉也会硬化 导致血管会发炎 当我视网膜里面的血管发炎 感状细胞 追障细胞营养不够 它就容易产生病变 当病变之后呢 那不是简单戴个眼镜可以解决的 它可能必须要用透过很多的方式 再来牙周病 你说奇怪 跟牙周病什么关系 在吃东西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 我们牙齿旁边的周边的结底组织 叫牙周 当你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 你的牙周组织很容易发炎 很容易发炎的情况之下 牙齿旁边的这些细菌 就容易渗到身体里面去 尿道炎啊 或者性功能障碍 血糖控制不良的时候呢 排尿方面 你里面的菌种会改变 很容易引起泌尿道发炎 性功能的问题是因为这样子 尤其在我们在男性 男性在我们在这个性质方面 阴经那个动脉 所以当你的这个血糖过高 长期来讲造成这个阴经动脉的这个硬化 也会影响到性功能 骨质疏松 这很妙了 这血糖高跟骨质疏松什么关系 因为有些研究发现 血糖过高的朋友 他的胰岛素会增加 胰岛素增加会容易发炎 还有血糖过高 他会抑制 在我们骨头里面有一个叫做 尘骨细胞跟破骨细胞 所以他如果导致我们的破骨细胞 加速的时候 也容易骨松 所以血糖过高的朋友 他的骨头的破骨细胞 他会功能比较强 所以他骨头来讲会容易疏松 然后他会干扰钙的吸收 所以一些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 你看他脖子旁边 有点黑黑的皮肤的状况 这叫黑色急皮症 因为当我们血糖过高 或者是胰岛素过高的时候 它会导致这个地方皮肤沉 黑色素沉积非常容易 坦白讲 糖尿病是血管病 当你这脑供给脑部的动脉来讲 产生硬化 它自然造成的这个血管会容易硬化 阻塞 小血管长期反复的阻塞 会导致血管形失质 那另外来讲的话呢 主要的动脉阻塞 也可能导致脑中风 心肌梗是当然清楚了 我们心脏有三条的所谓的冠状动脉 那当你有这些所谓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 一样你三条冠状动脉也可能造成阻塞 我上次有个朋友是这样 他就说奇怪 他血管控制不好 晚上就觉得闷 而且闷到牙齿不舒服 他说 哎 刘医师我要去 别过去检查一下 脖子痛啊 一做这个心电图 发现急性心理梗塞 心理梗塞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另外来讲 肾脏病 高血压 高胆固醇 高血糖 都会导致 我们的肾脏的动脉 一样 会下载阻塞 导致我们肾脏 有时候容易慢性的肾病变 会容易蛋白尿跑出来 好 糖尿病主 我们在过去的时候看到 很多人在以前你可能不知道 民国六十年七十年内代的时间 有的时候很多的老心老太 因为糖尿病 做节肢的手术 当然现在是很少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一个官僚控制好 再加上我们现在心脏血管外科 很厉害 有接血管啊 把它弄通 可是也不能光靠那个东西 所以他的糖尿病的病主 就是可能这个地方呢 有时候因为坏死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因为神经的传导的问题 导致脚会麻辣不舒服 这些都是比较我们严重的这个糖尿病 如果控制不好 可能有的一些并发症 想要请医生讲一下 就是呢 要预防这个并发症 有什么就是三大关键 第一个重要 我们叫生活形态 哦 没错 糖的含糖饮料或精致的饮食 导致我们每天吃太多精致的一个甜点啊 包括水果很甜 我上次有一个朋友来看车以外他说 我从来不喝什么的冷饮 我只喝果汁 他每天喝一杯浓缩果汁 喝到这个血糖也控制不好 所以这个饮食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常讲说 你要管理好的血糖的问题 请你先把饮食这块抓住 少精致 少加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以吃来讲 譬如我吃水果 就不要去喝果汁 我吃原来的水果 但量也要控制了 那再来 其实我一直讲运动还是蛮重要 运动来讲有什么好处呢 不是光增加心肺功能 当我运动完之后 肌肉好 包括大腿的肌肉啦等等 肌肉里面 它肌肉质量会增加 但肌肉增加之后呢 它会促进身体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会增加 当你胰岛素敏感性增加之后 我并没有这个胰岛素呢 它自己会帮你把血糖降的比较快 所以当你不运动的时候 我肌肉萎缩的时候呢 我的胰岛素阻抗会增加 当你很多事情都做到最后呢 还是血糖降不好 医生还一个武器叫做胰岛素注射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在糖的管理来讲 这几个重点 我特别强调 先了解自己血糖 我不OK 血糖来讲你空腹血糖是100 你的糖化血红素是5.7以下 当然非常好 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呢 已经来到100以上到126 然后呢 你的糖化血红素是5.7以上 到6.4中间 这叫糖要并前期 当你血糖一到空腹血红来到126以上 你的糖化血红素 高到6.4以上 叫糖尿病 那你被诊了糖尿病 我们一般医生还是希望先从 这两个来处理 当你处理不好的时候 医生才会用药物 那我们会一步一步一步来 因为不要忘记了 刚刚提到很多后遗症 刚刚医生有讲到一个胰岛素 听说很多糖尿病有 其实呢 对胰岛素 好像都不太愿意打 然后有一些迷思这样子 所以呢 想要请医师来帮我们破解 施打胰岛素 是会造成 喜剩或是失明吗 你如果血糖高 你不用一些降血压的药物 不施打胰岛素 一直持续的话 你就会喜剩跟眼睛 视我们 我们不愿意看不见 所以不是说我打了胰岛素 会导致喜剩跟我们的眼睛失明 这个是完全逻辑不对的 有时候叫一些男生说 你要吃降血压药 刘医师我不吃 我说为什么 因为我吃降血压 听说降血压吃的会导致 男人不举 我说完全错误 如果你不治疗高血压 不治疗高血糖的话 动脉硬化反而会导致这个问题 刚刚医德讲的问题很好 很多人会反映说 我是不是打胰岛素 会有这个问题 放心不会的 反而是你要用 这些药物或胰岛素 控制到血糖 你刚刚讲的病化症 会降低很多 胰岛素来讲 他们现在吃剂 就像那个注射笔 很方便 甚至说在冷藏 或者室温在30度以下 你其实 我们要不要糖尤 就是用胰岛素 来控制血糖 它可以生活上 不会影响到太多的问题 只要愿意配合医生的治疗 其实是不会造成太大的不便 那胰岛素施打会成瘾 或是需要打一辈子吗 有时候这血糖非常非常高 那医生未来先紧急降血糖 他会用胰岛素注射 比如有人这个要开刀了 哇才发现血糖跑到200 300 可是你不开刀会有风险啊 他要胰岛素先把血糖降下去 问题是 你胰岛素要打多久 还有你后面刚前那讲的 这个所谓运动饮食配不配合 如果你今天说 好刘医师 你现在叫我打胰岛素 我已经配合打了 可是我积极努力运动 我开始把精致的甜点 饮食面包蛋糕通界掉 我每天吃健康的时候 多吃蔬菜 那有可能你的胰岛素本来要打 后来是慢慢不需要打 甚至改成口服的药物 甚至我有一些病人 他初级糖尿病 他调好之后 他的胰岛素敏感恢复 他后来连吃药都不用 所以打胰岛素或吃药 是医生会帮你判断 一个过度的手段 除非你实在是 饮食心态也不好 生活心态也不好 爱乱吃东西 嘴巴管不住 为了降低你的这些洗肾 或者是神经病变 那医生只好一直叫你打胰岛素 您临床上有遇到什么 就是大家对于胰岛素 或是糖尿病 比较常见的迷思或是问题吗 一般来讲 我们就说 是不是同样打的地方 会不会有什么风波组织炎 其实你如果血栏控制不好 你反而身体会有一些细菌的感染 有时候会有这些败血症进血症 以前我碰过一个小弟弟 他是大概是国小二年级 他整个脖子肿起来 那诊所下道把他送过来 照那个CT里面都是浓 那浓的时候我们想说 怎么这么小的浓 那我们叫伸颈部感染 这个时候一定是要做手术切开排浓 当然手术前一定验血糖 425 我寄到现在425分 425 八子问我一句话 你们会不会检查错误 对啊 然后我们double check 没错 那个小朋友是第一型糖尿病 他是先天性糖尿病 他从来不知道 后来我们紧急照会这个 这个内分泌性带是一个 先用胰岛素把它降下来 稳定了 开刀 后来用抗素治疗 当然那个小朋友来讲 后来是因为一型糖尿病 所以他就必须要打胰岛素 但是因为在营养师跟糖尿病科的医生 一起配合照顾之下 一样长大非常壮 所以这个来讲 就是说问题是就是 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总而言之啦 糖尿病血缘控制不好 不是血管硬化 就是容易感染 我们看这边有几个标准 其实你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 你去看医生 他就告诉你哦 糖化血红素 糖化血色素 他必须控制7%以下 这个代表是反映你过去平均 3月的血糖平均值 我刚解释过了 如果去你说健检来讲 到6.4以上就糖尿病了 可是我的很多病人来讲 好运动 一直控制 他会一直下血 这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 其实我们讲三高三高 每个都不能太高 血压也是一样的 好 你必须收数量 竟然在130 数量在80以下 另外呢 这个蛮重要 很多人知道 也有很多人不知道 这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胆固醇有两个 一个叫好的 一个坏的 这低密度叫LDL 它越高来讲 越容易造成动脉硬化 所以当你有血糖高 那你的胆固醇 这个低密度胆固醇也高的时候呢 务必要降 大概我们过去标准认为是 130以下不错 可是在糖尿病的病友 我们希望降到100以下 当然有些条件 譬如说这个人是抽烟 又有心肌梗塞过 那可能有放过指甲 我们会更希望降到70以下 但是这三个东西 也就是我们希望 糖尿病病的朋友 能够注意这三个指标 如果都控制很标准 长治久安 没事的啦 那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达到这样子的标准呢 第一个多喝水 不要吃太咸 它对血糖控制很好 再来像这种低密度胆固醇 就是不要吃太多 含反式脂肪的高饼甜点 那个对血糖控制有帮助 还有红肉不要吃太多 就是什么牛肉猪肉 那也会增加低密度胆固醇 生活做起正常 这个情况这样几个原者 就竟然会把这几个控制的还算不错 如果再不行 当然医生会个别用不同的药物来控制它 如果都达到目标 就非常棒了 所以呢 如果糖友们呢 想要聪明控糖的话呢 就可以参考 刘医师刚刚分享那些方法 最重要的是要顾好自己的生活习惯 从饮食运动下去 着手控制血糖 并且搭配医生指示 按时服药 这样就可以好好的把血糖控制在一定的标准范围内 那非常感谢刘医师的分享 也欢迎大家把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实用的健康资讯 也要记得点赞康健杂志的粉丝专页 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健康养生知识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现在的眼睛问题是来自于太过近距的阅读 以及在交通震动的工具上面去看手机 或者是长期回到家 一直使用手机 或者3C皮板 这都会造成我们的眼睛会过度疲劳